欢迎收看新闻360新春特别节目 首先先祝您何家平安虎年新大运 而在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要带您探讨多元性别议题 其中就包括近年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新名词 自信恋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光看字面 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无信恋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 性别不是就只分成男生跟女生 那么这些性向特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金曲新人坏特就曾经说过 他认为心灵气和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也能够接受不追求肉欲的柏拉图式恋爱 除此之外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教师团体 也曾经划分出多达15种的多元性倾向 希望让学生从小就对性倾向能有更多的认识 新的一年极力想要脱单的你是否已经足够认识自己了呢 接下来就要带您和专业心理师一起来探索您内心深处的真实性向 你确切的知道自己的性情向是怎么样 我是一心念 我双 你确切的知道 对 我是同 迎来虎年新春你有脱单的渴望吗 也许你已经谈过机场双方不适合的感情 或者还是母胎单身都不要紧 在寻找最佳伴侣之前 先来看看自己在性别光谱上的坐标 也许更能帮助你 在性别光谱上 你生下来的生理特征是男是女或者同时具有双重的性征 我们就称作是你的生理性别 而自己心中所认同的性别则称为性别认同 当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不同时则称为跨性别 而在性别认同的范畴下 性倾向讲的就是 你对哪一种性别会产生倾慕的感觉 或者受到他们的性吸引 至于性倾向是如何形成的 至今则是还没有定论 你说基因也许有一些就是在生理层面的 但是我们也会更多知道 我们生下来就是跟人互动 跟这个社会 跟这个文化都有很多很多的连结 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部分 那就是一个很多元的可能 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我会比较担心 因为往往我们在探索 这个是先天的还是后天 往往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就会被拿来不一样的用意的使用 我也会说有点像政治化 那像有些反对就说 你这是后天的啊 那你可以改变啊 那你为什么不改啊 失去了我们在探索这样的性别认同 性倾向这部分的一个初衷 至于要如何判定你的性倾向 美国性学家金赛在40年代就制定了一张量表 让受试者以自己的内在经验来回答 结果一共分为六个等级 从零分开始是绝对的异性恋 六分则是绝对的同性恋 中间的三分就是我们称的双性恋 而至于对同性或异性都没有性反应或行为的 就被归在这六类之外 不过这样较早期的分类还是有它的局限性 在性别概念比较开放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教师会 甚至就率先把多元性倾向归类为15类 从男同志、女同志到酷儿 还有可以不需要有性的无性恋 或者还在探索当中的疑性恋等等 包含非常的广 这是在以前只能只有异性跟同性 甚至双性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放在这三个里头 那我是谁 我怎么都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今天当然有一个词 有一个名称可以对应了 反正好像就落地了 这就是我 那是一个人的归属 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 以及是不是在我们的文化里是被归类 被放进来看见的 异性恋的确它是被排除的 往往在一个新的论点 那它又要强调 尤其我们的主流文化 它还是在异性恋的价值上 所以我也不难理解 那个部分是试着有一个区隔 这样的分类开启了大家对更多元性倾向的认识 不过心理师詹宗希也说 分类它既是开放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局限 倘若我仍然不能被归类其中呢 更多元的可能 其实还有待我们更深的探索 那你有看过这个词吗 Sapiosexual 呃 没有 我有看过 这个名词我没有听过 但是我大概有听过 这个 这方面的性倾向 这个从拉丁文动词 聪明有品味 跟性倾向结合起来的字 Sapiosexual 翻译成 自信恋 从剑桥词剑的解释来看 就是一个人会因为他人的聪明才智而引起情欲 自信恋这个词比起其他性倾向还非常的新 1988年在协作社群Lifejournal上 就有一位用户首度用了这个词汇来形容自己 而真正被大家广泛知道 则是因为美国知名交友网站OKQubit 在2014年 把自信恋纳入自己的性倾向选择项目当中 如今能够在一些不同的交友网站上 看到有些人也将自己定义为聚信恋者 那你觉得这样算是一个性情障 应该不太算 这只是他的一个择偶条件 对我来说他不能够 就是他不能成立 就是在心理上这方面 谁不喜欢聪明的人呢 我是异性恋 但是我喜欢比较气质的女生一样 就是我选择哪种类型的人 我可以接受你的论点 但对我来说 我自己觉得性情恋就是 一定是异性恋 同性恋或双性恋 是性恋 不是性格的性 前面有就有人提到条件 我觉得的确 因为我们的生活 就会真的有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什么是高大上 然后什么是比较次一等的 某个部分我觉得 它的确也会涉入我们文化里在谈的 这样反映我们生活里的一个阶级 这里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它很有可能 可能就会带来阶级的分类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 就是有这样子 反正是会去激起它的一个情欲的 而不是只是一个择偶的条件 关于智信恋的研究 比起其他的性性向还是显得相对缺乏 而要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智信恋者 也还没有一个严谨的标准 不过几个判断方法 比如比起其他元素 你更容易受到智力的吸引 以及充满智力的对话 以及火化会勾起你的性欲等等 马列联梦露 以及法国的性别平等部长 希伯雅 都曾经将自己定义为 智信恋者 时下虽然很多人 以佛系交友的态度来寻找伴侣 不过其实无论积极寻找 或者被动等待 在大部分人心中 还是对理想伴侣关系 都有一些想象 懂得观察 另一半的情绪 要主动一点 不能太被动 尊重女生 然后善良 是这样 然后有善进心是这样 然后有自己热爱的事情 相处起来像朋友就好了 和谐 相处起来舒服就好了 就好好的去尝试跟体验 我觉得那很重要 因为那真的不是说 你想出来的关系 无论你怎么预设说 我要灵魂伴侣 我要自信恋 然后我觉得我的 我要进到什么的关系 那真的是两回事 当你进到的关系 你才会真的认识 原来 那人跟人就是这么的不同 然后有多少的人 就会有多少不一样的灵魂 那有多少的人 就多有不同的对于性 对于亲密关系的定义 才是这个世界很丰富的地方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